我今天的题目是如何保护你的经济能力和财富 如何保护你的经济能力以及你的财富 那我们的经济能力和财富是需要受到保护的 不但要被提升也要受到保护 因为有时候一场的意外也能够导致一个人失去经济的能力 一场的不小心的投资也可能会导致我们失去大量的财富 所以经济能力和财富是需要得到提升也是需要得到保护的 因为当我们的经济能力不断的被提升和受到保护的时候 不但我们的财富会增加 同时我们也能够善用我们的财富 去让他增加这个的价值 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要关注 都要去学好的一个功课 否则的话呢 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或者是我们的经济能力 就因为没有得到保护 而就这样失去了 那是很心痛 也是很悲惨的事情 那我们如何保护我们的经济能力和财富呢 我相信我们需要做两件事 一个就是我们要需要远离骗财的圈套 第二呢 我们需要远离骄傲的心 当然经济能力跟财富的失去呢 很多时候除了是因为可能不小心吸毒啦 耗赌啦 或者是错误的投资 或者是有一些意外的发生而导致 但是呢 另一个最补骗的情况 就是中了骗子或者老千或者诈骗集团的圈套 当然也包括 教那个贪财的心 也会导致丧失了这个经济能力跟财富的 那我们怎样能够远离被骗财的圈套和贪财的心呢 我相信我们可以做三件事 第一个就是透过祷告 第二个就是增加防范的知识 第三就是我们要让那些可怕的后果 成为我们的警惕 我们需要很多的祷告 特别是我们需要呢 为我们自己呢 不会中骗来祷告 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保持警醒 因为 钱财也是一个试探 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小心 因为我们失去那个警醒 我们会跌入迷惑 我们会 失去那个 醒觉 马来古音六章十三节 主耶稣曾经教导我们 要这样祷告 他说 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被骗也是一种试探 很多时候呢 就在我们没有防备的情况底下 突然 我们就可能收到一个电话 就在紧张的情况底下 慌张的底下 我们失去了那个醒觉 警觉 而导致我们很容易中招 一位姐妹呢 于是在驾车的时候呢 突然间收到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呢 让她突然间很慌张 因为电话里面的对方 就告诉她 就是呢 被怀疑 她银行的存款 是有洗黑钱的嫌疑 然后里面那个人就告诉她 你需要打电话去 这个国家银行 甚至给了她一个电话号码 当她打去这个号码的时候呢 对方也说 是的 这里是国家银行 请你呢 把你的银行资料呢 重新的 就是告诉我们 好 让我们帮助 调查 以致呢 就不会让你呢 好像呢 就是被控告 有洗黑钱的 涉嫌 这个姐妹呢 就在紧张的情况底下呢 对方要什么 就告诉她什么 但是后来她 突然间想起 这是一个圈套 她马上打电话 阻止 就是让银行 停止了她所有的那些 过账的事情 当然我也知道 有很多人是过后才想起 才醒起 很可惜 他们失去了大量的存款 当然我们也可以呢 多注意那些 可以帮助我们 防止受骗的那些的资讯 那些的新闻报道 正言的十七章十二节说呢 明知人 通达人 欲祸躲避 愚昧人前去受害 很多时候 我们会中骗 是因为我们没有这种的 尝试 我们甚至也没有 足够的资讯 去了解 最新的那些的 诈骗集团所用的招数 其实呢 最近呢 有好几家银行都 就是呼吁呢 那些用户呢 要关注 那些不法的分子呢 会假借银行的名誉呢 发手机的短信 甚至是email 去骗取个人的资料 也知道他们能够呢 进行这个盗款的事件 甚至 现在呢 更可怕的就是 你一点集 那个 他们所提供的 那个所谓的链接 就已经是破财了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 要 有这种的资讯 其实今年二月呢 新山有一家公司呢 被诈骗分子呢 假冒 他们的供应商 发短信给这家公司 声称呢 他们原有的银行的户口呢 有问题 所以呢 就需要他们呢 把 那些的 款项呢 转账到 这个新的银行的银行户口 这家公司的管理层 不宜有诈 就转账到这个新的银行户口 后来才发现 后来才发现 供应商 没有 发邮件 也没有 转换其他银行 他们知道 他们中招了 其实这个事情 也是曾经发生在 我们一位弟兄 的身上 就是公司的职员 不小心 就是 按照收到的邮件 把那笔的 订货的钱 就寄去给 那个骗子 所说的那个银行户口 这个事情到现在 还没有了结 哦 弟兄姐妹 通常 人会容易 受骗重招 就是因为没有提防 没有 足够的资讯 我们祷告上帝 真的是恩待我们 要为这方面来求神 帮助我们能够保持 这一份的行刑 第二方面呢 我们需要为 这个不被财迷心窍来祷告 我们需要祷告上帝 帮助我们能够 保持理智 而不是冲动 因为很多人会中招 受骗 通常都是 财迷心窍 很多时候呢 就是被这个钱财 迷惑了 其实 钱财 在那些不怀好意的人的计划里面 是最好使用的工具 因为他们都知道 因为他们都知道 蛮多都有贪念的 你有没有收过这样的电邮啊 就是说 你成为了继额 遗产的 继承人的这种的 艺术吗 我收过 那今年 特别是在马来西亚呢 也事实上发生的 这种诈骗的事情呢 就是呢 通过电邮 就是告诉你呢 在外国 有一位马来西亚人 他在外国很有钱 不过他已经 意外死亡 他现在留下的那些 巨额的遗产呢 是需要呢 就是呢 马来西亚人 去承受的 因为已经找不到 他的其他的那些继承人 然后那个电邮就说呢 我们可以协助你呢 完成这一个 就是转移的手术 你只需要 就是呢 付我这些的美金 多少多少 其实这种的电邮呢 是一直都出现过 但是还有人中招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最常见的 就是呢 所谓的高回酬的投资 当我们有贪恋的时候呢 听到这个高回酬的投资呢 我们就比较难抗拒了 通常会中招就是 我们不只是听说过 我们也被邀请去参加 这一类的所谓的高回酬 投资讲座或者是说明会 我们就是在那种的气氛 那一个讲解的当中呢 我们被洗脑了 我们已经脑袋里是充满了那些 亮晶晶的金条 还有那些充满回酬的未来 因为财迷心窍的缘故 很多人为财赔上自己的生命 为财赔上了自己一生的继续 为财出卖了自己的良心和人格 为财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和肉体 为财也出卖了身边的家人 甚至是信任他们的朋友 为财甚至不少人也出卖了自己的信仰 各位兄姐妹 钱财其实本身是不会伤害人的 只有当钱财落在那些邪的人 不怀好意的手上 他就会成为一个败坏的工具 甚至成为伤天害理的工具 钱财如果落在那些有贪恋的人的手中 也会成为让他是去理智 的一个工具 弟兄姐妹 你必须要记得 当人的心有贪恋的时候 往往就是最容易迷失理智的时候 当人的心里面有贪恋的时候 就很容易会扯没那些心怀不鬼的人 盯上的目标 你知道吗 我们平常时是不知道苍蝇是在哪里的 可是苍蝇却知道什么时候 他会飞过来 就是当他已经嗅到你的厨房 有鱼腥味 或者是那些 咸鱼 炒猪肉的味道 你就发现 总是会有一只苍蝇呢 一直在你的饭桌上飞来飞去的 弟兄姐妹 一样的 哪里有贪恋 哪里 就有事他会来的 因此呢 主耶稣也曾经在 路加福音12章15节告诉我们 他说你们要谨慎自首免去一切 一切的意思是各样的 各种形式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免去 就是要抵挡 要拒绝 一切的贪心 特别是那些 你以为 你认为会让你 家道丰富的贪心 请你不要误会耶稣的意思 耶稣的意思呢 不是说呢 我们信耶稣的人都不可以有家道丰富 我们每个人都是呢 穿得破破烂烂的 不是 耶稣的意思 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家道丰富 如果你的经济条件可以的 你是可以家道丰富的 你是可以 住大洋楼 你是可以呢 享受很多的物质 但是它的重点就是 我们不要因为 为了要追求家道丰富 而有了各样的贪心 导致我们为了要满足这个贪欲 就不顾一切的 不管震荡不震荡 合法不合法 我们就是为了 要让别人 看到我们家道丰富 我们就整个头摘下去 哦 其实 对大部分人来说呢 他们认为生命最重要的就是 家道丰富 因为家道丰富真的是很光彩嘛 走起路来 好像有风 别人也会看得起你 可是耶稣说呢 人的生命是不一定因为家道丰富 而变得 幸福变得有意义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穷人都是不幸福的 是只有呢 有钱的人才会幸福快乐 不过事实却不是这样 耶稣也曾经在 马来福音13章22节 再一次地提醒我们 财富 是会迷惑人的 财富的背后 你真的不知道 那个黑暗的权势 有什么阴谋诡计 他说那傻在经济里的 就是人听得到 有今生的忧虑和财富的迷惑 把道极度 接不出果实来 财富 是有迷惑的能力 特别是对那些有贪恋的人 所以求主 救我们脱离 钱财的迷惑 求主不让我们 被财富迷了心窍 求主救我们脱离 魔鬼的网络 求主也保守我们 让我们所得到的财富 都是让我们能够 可以安心的 也不会带来忧虑的 Amen 最后 我们也需要为我们 不会有贪财的心来祷告 我们求神 帮助我们 让我们继续地保持知足的心 我相信大家小的时候 都有听过 鸟为死亡 人为财死 这种说法吧 其实圣经 更一针见血地 说到贪财 乃万恶之根 提摆他以前书六章九到十节 但那些想发财的人 就陷在迷惑 落在网罗 和许多无知 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呈在败坏和灭亡中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真言十五章二十七节也说 贪恋钱财的 饶害几家 恨恶回路的 必得存货 贪财 就是贪恋 贪爱 钱财 请注意哦 这里不是说呢 钱财是万恶之根 你必须要知道呢 钱财不是万恶之根 钱财也是一个祝福 是上帝会给我们的 但是什么才是万恶之根呢 就是贪财 英文说 the love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kinds of evil 贪财 财是一个问题 钱财没有问题 贪财的心才是问题 请你记得 钱财本身 没有好跟坏 没有罪或者是 无罪的问题 如果钱财都是罪恶 那你干嘛要把它 带在你的袋子里面呢 你难道不怕你带在 裤袋里面的 那些钱 晚上趁你睡觉的时候呢 就是呢 把你弄死呢 当然不会 原来 钱财本身是不会犯罪的 是人 因为钱财 透过钱财 而犯罪 钱财在良善人的手中 是可以做很多良善的事 但是钱财在邪恶的人的手中 他可能就做很多 邪恶败坏的事情 不是钱财有问题 而是拥有的人 使用的人 想要得到的人 才会让钱财出了问题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贪财的事 贪财的问题 真的是无所不在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政府 任何一个最高层的掌权者 都有贪财的问题 在政治圈 在家庭 在商业 在法庭 在警察局 在政府部门 在人与人之间 甚至在圣经的人物里面 包括 在教会 甚至是一些慈善机构 最常出现的罪恶 除了是性丑闻 也就是跟贪财有关 因为贪财 这个社会就会出现诈骗 贪污 贪污 被收买 敲诈 作假账 被判 是性不诚实 是撒调 是撒谎 是撒谎 隐瞒 暗杀 因为贪财 因为贪财 很多都是在道德上的问题 其中一样就是贪爱 钱财 但是 所有 这些经文里面 另外说到的其他的事情 都跟贪财是有关系的 他说你要知道 末世必有艰难的日子 因为那时的人 都自私自利 贪爱钱财 自私自利 跟贪爱钱财是有关系的 然后后面又讲什么呢 狂傲自夸 骄傲自父 说毁谤话 违背父母 忘恩负义 心不圣洁 冷漠无情 不愿和解 好说禅言 毫无节制 满横凶暴 不爱良善 出卖朋友 卖主卖友 任意妄为 至高至大 沉溺享乐 不爱上帝 单单讲不爱上帝 其实也是因为贪爱钱财 哦 求主 真的恩待我们 求主 看过保守教会 因为 一些动机不良的人 甚至也会渗透教会 利用教会一些 也很想呢 就是呢 快速 自负的人 成为这个桥梁 透过教会的网络 进行那些 引诱人 也想要快速 自负的 那些的计划 哦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认清楚 在圣经里面 投资 是被鼓励的 但是我们不是乱乱投资 任何的投资 基本上呢 都是有它的风险 但是呢 起码我们对任何的投资 都必须要有 相当的时间 要去了解 这个项目 这个公司的背景 等等等等 我们甚至呢 也需要有 这些专业人士 来帮助我们 去了解 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 我们也需要呢 有 领袖 跟我们一起祷告 这样呢 我们就能够呢 尽量的就减少 我们在投资上的 一些事物 请你记得 上帝是喜悦 我们用震荡的途径 去投资 因为震荡的投资 或者是生意 是神所喜悦的 投资或做生意 赚钱 是应该的 因为毕竟 做生意或投资 其中一个目的 一直为了赚钱 因为如果一家公司 不赚钱 整天都亏钱的 也非常亏待员工 赚钱 是一家公司 生存的一个 基本条件 这样他才能够 发展业务 他才能够照顾到 员工的生活跟福利 他也有能力 去奉献 支持神国的事工 所以基督徒做生意 投资也要赚钱 但是 我们要很小心 OK 我们要很小心 就是不要太信任 那些 就是看起来 非常诱惑人的 一些所谓的 高回酬的投资计划 我们要祷告的时候 也不要找那些 有利益关系的人 一起祷告 我们需要找那些 没有利益关系的人 跟我们一起祷告 这样才会 清醒一点 我们要小心 那些有贪恋的人 因为一个原本 没有贪恋的人 也会被那些 有贪恋的人影响 因为很多 会遭遇钱财损失 的原因 其中就是 身边的朋友 当然 投资也是 你情我愿的事情 不过在你还没有 答应之前 我是鼓励你 不妨理智的 冷静一点的 去看待 任何的投资计划 千万不要相信那些 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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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至你没有足够的时间 冷静下来 很理智的去 判断分析 甚至是收集资料 求主恩待我们 救我们脱离 一切贪财的心 当然 我们也需要那些 因为贪财带来的 那些可怕的后果 来成为我们的警惕 这样呢 也能够帮助我们呢 就是在还没有真正的 一只脚踩进去之前 至少 也能够让我们呢 就是呢 更谨慎一点 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十节说什么呢 他说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陷在迷惑 落在网罗 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的里面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无 贪财是万乐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 把自己刺透了 这里讲得很清楚 贪财带来的后果是很可怕的 也是很痛苦的 第一呢 它容易使人陷入迷惑 诱惑 甚至落在网罗 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呢 也会很顽皮 我在我附近的矿场呢 因为有很大片的空地呢 有时候我就会去 抓那些麻雀 我怎么样抓呢 我就找一个那个 那个叫什么 笨鸡 烧鸡 广东话讲 我就会找一个这个烧鸡 然后用那个筷子 顶着那个烧鸡 我下面就放那些米 等到 但是那个筷子呢 是有绑着一条绳的 我就躲在 躲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 然后我就看那个麻雀 就在那边 就是一直在吃那个米的时候 我就一拉那个筷子 从那个烧鸡 就把那个麻雀给 给逮捕了 哦 弟兄姐妹 当一个人贪的时候 他就会比较模糊的了 他就会比较不理智的了 真的是要祷告 而且贪财也容易 叫我们产生很多 无知 有害的私欲 一个有贪财 新的人 他会实际上想办法的 其实赌博也是一个贪财的表现 你可以看那些赌徒啊 他为了 可能是要赢回失去的 或者是要赢得更多 他会想很多方法的 其实他已经落在这个迷惑的里面 你看那些赌徒 你就知道 当贪出现在人心里面的时候 他的后果是很可怕的 圣经也说 他会容易使人走向败坏和灭亡 当一个人贪的时候 很多很可怕的事情 他都敢做 圣经里面的犹大 就是因为贪爱钱财 出卖耶稣 其实他最后也是去掉井至上 他的结果也很不好 第四点 他说 贪财容易使人被引诱离弃真道 离弃真道的意思就是放弃跟从耶稣 离弃真道的意思就是违避良心 他已经是昧着良心去做那些 圣经不许可的事情 今天在 我们的信仰那里面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不少的 就是一些宗教团体 就是利用财富 金钱 来改变 我们弟兄姐妹的信仰 特别是在一些比较贫困的一些地区 第五他说 第五他说最后就是他使人 愁苦加征 保罗旁住 保罗旁 老實说 变旁 二三 就是那些 遗憾 后悔 忧伤 刺透的意思就是 在他的心里面 留下一个永远都很难 磨灭的伤痛 或者是悔恨 甚至是一大堆的债务 有些人自己吃的亏 也不会告诉人 只有呢 有苦难言 因为很怕别人 听了他的故事 又骂他说 哎呀你干嘛这么笨啊你 所以宁愿自己呢 牙齿赐黄连 有苦自己知 我的结论就是 我们怎么样能够保护 我们的经济能力和财富呢 就是我们要远离 骗财的圈套 和骄傲的心 这个是我们当今的 我们可以做三件事 透过祷告 透过增加防范的知识 第三就是透过那些 可怕的后果 或者是那些过来人的 他们的那些悲惨的经历 来提醒我们 哇 这些东西不能痛 当然 我们要祷告的就是 求主帮助我们保持 警醒 就是不会那么轻易的中招 我们也要祷告上帝 帮助我们保持理智 就是不会被财 迷了心窍 第三我们也要 祷告上帝 帮助我们保持知足 不要让我们有贪财的心 OK 当然 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需要呢 时常来到主的面前 祷告 因为很多时候 在祷告的里面 在敬拜的里面 在读实话的里面 上帝会提醒 上帝会教我们 有这种分辨的智慧 透过祷告 真的 让我们 不断的 就是呢 脱离 这一种呢 就是被骗的圈套 特别是这个 骄傲的 这个贪财的心 是的 我们需要神 给我们智慧 我们需要神 给我们力量 以致呢 我们能够呢 好好地去 保护我们的经济能力 和财富 Amen 所以 我们要来祷告了 在还没有祷告 之前我想请问 在我们当中的 朋友们 你还没信主 但是你听了 今天这场信息 你感觉 这位上帝 真的是一位 很爱 祂的子民的上帝 祂总是会透过 讲道 诗歌 不断地 去引导 祂的孩子们 走平安的道路 是的 上帝就是这一位 很爱我们的上帝 祂总是会 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透过 祂的话语 来引导我们 就是 特别是在 这一个 钱财这方面 因为上帝 爱我们 祂是那位 赐福的上帝 也是那位 保护的上帝 我们的朋友们 你愿不愿意 这一位 爱 我们的上帝 成为你的上帝呢 你愿不愿意 让上帝 引导你的一生 让你的一生 因为有上帝的 陪伴和同在 你能够跨越 种种的挑战 甚至呢 让上帝能够呢 引导你 走永生的道路 平安的道路 你愿不愿意 相信耶稣呢 你愿不愿意 成为神的儿女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现在就为你祷告 请你跟着这个荧幕上的 这个祷告词 这个就是一个 接受耶稣 进到你的生命 成为神的儿女的 一个祷告 如果你愿意的话 请你现在就在你的座位上 就是看着这个荧幕 你就开身 跟我一起的 就是重复 以下的这个祷告文 来 天父上帝 谢谢你因为爱我 差派主耶稣 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从死里复活 证明你是神的儿子 我承认 我是一个罪人 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 成为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感谢天父 赦免了我的罪 并让我得到永生 成为了神的儿女 我把我一生的道路 交给你带领 求你帮助我 一生跟随你到底 也帮助我 明白圣经的真理 和学会祷告 更深地认识你 经历你的奇妙大爱 和平安 祷告 奉靠主耶稣的名 阿们 恭喜你 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 你就是上帝的儿女 当然上帝的儿女 不只是做了这个祷告 还有很多 圣经上的真理 我们需要去知道的 需要去学习的 因此我鼓励你 把你的姓名 你的电话码 留在我们留言处 以致我们能够继续地去 跟进你 帮助你 在信仰上 更多地成长 更多地去经历 这位爱你的上帝 阿们 谢谢你 好 这个时候 我们要为基督徒来祷告了 听了这个信息 弟兄姐妹 你有什么回应呢 我鼓励你就是祷告 至少要祷告 让上帝能够 透过你的祷告呢 来保护你 来帮助你 来赐福你 我们需要祷告三方面 第一 我们需要 智慧和力量 以致我们能够保护好 我们的经济能力和财富 阿们 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 祷告说 主啊 是的 我需要智慧和能力 是的 我需要尽我的本分 去保护好我的经济能力和财富 阿们 是的 第二个祷告就是 我们祷告上帝 给我们 警醒的心 给我们理智的心 也给我们知足的心 以致我们 不会那么轻易的 就是中了 就是那些 骗子的圈套 也不会呢 被钱财 迷了我们的心窍 最重要的就是呢 我们祷告主 给我们一颗 不会有贪财的心 阿们 求主 致死我们里面 那颗贪财的心 呀 我们就是仰望上帝 啊 赐福我们 通过我们正当的投资 正当的工作和做生意 来让我们得到 真正让我们能够安心的财富 哈利路亚 第三方面 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财务上的困难 我们要祷告上帝 指点我们 也要祷告上帝 恩待我们 好吗 让我们就在这三方面来祷告 好吗 来 在你的座位上 就在线上 开始祷告 上帝正在垂听 哦 上帝正在垂听 上帝正在垂听你的呼求 上帝正在因为你的祷告 而赐下智慧恩典 是的 赐下智慧恩典 哦 是的 上帝要帮助你 上帝要救把你 上帝要保守你 上帝要引领你 远离这些的圈道 是的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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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的 是的 向上帝述说 你在财务上的困难 让他来指点你 让他来 就是呢 向你施恩 哦 是的 主啊 是的 是的 主啊 是的 是的 主啊 是的 哦 主啊 是的 感谢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 祝福的祷告 上帝感谢你 因为今天透过这张信息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责任提升自己的经济能力 也有责任去保护我们的经济能力和财富 主啊 是的 今天这张信息就是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有智慧 我们也需要清醒的心 我们需要有理智 我们需要有自主的心 主啊 是的 救我们脱离一些那些可能是钱财的迷惑 救我们脱离骗子 救我们脱离贪财的心 主啊 如果我们有贪财的心 主啊 支持他 是的 让我们 所想要的这些的财富 都是透过震荡的手段 震荡的途径 是透过我们 就是仰望上帝的祝福而来 因为上帝所赐的福 肯定不会让人忧虑的 主啊 是的 谢谢你 也祝愿我们弟兄姐妹 他们在财富上遭遇的困境 当中有债务的 当中有这个短缺的 主啊 是的 指点他们 恩赖他们 因为你是最有智慧的神 你指教他们 如何去 疏解 他们的财富困难 你也给他们 暗中的帮助 哦 主啊 说的 谢谢你 谢谢你 阿们 随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